属狗的你都要留意 因为2018范态岁未犯完 原来2018范态岁人家就犯到4月5 你就会犯到5月6 因为4月5至5月6的农历 3月同理来说都是相冲的 所以2018悲居负面情绪和长卫比较差 它会延续到5月6之前都要留意 尤其是长卫方面特别要留意 但落到2019就值得恭喜了 因为2019年连有桃花和交际 应酬人员也好 间接对事业都有帮助 虽然没有红联桃花那么好 那你是天气桃花排第二 红联又好天气又好 都叫做正桃花容易认识一些 能够发展下去的感情 如果2018范态岁分了手 2019要抹干眼泪重新振作 马上投入新感情 但如果2018范态岁结了方 或者大紧吐 2019就是喜事临门 所以天气是喜事临门的意思 除了天气之害 还有一个脈月 脈月代表地位提升有进步 所以属狗的两个吉星都比较有力 一个有利地位提升 一个有利人缘桃花 那空星有什么 空星只有一个病符 病符就是一个小疾病 没有什么特别要留意的 其他什么黄藩 天杀寡宿那些很小的星 不用留意的 所以属狗的今年是天气桃花 特别人缘好 又有这个脈月地位提升有进步 空星只有病符 很少的疾病 那即使你是秋冬天出世 运气一样 但是因为有桃花之助 都可以抬高你少少 让你下降轨迹 不要跌得那么快的 那如果相反 你活在春夏天平命热命人 那受到这个2018范态岁影响 可能就一样 因为一路到21金水 连得2018是熟火的 所以你春夏天出世人 2018你会反而觉得不是很顺利 又有悲观负面情绪 那到2019可能是一个大的相反转变来的 因为2019是大水年 又加上桃花年 跟这个2018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以如果你浪费春夏天 不要灰心住 顶到这个5月6日之后 有任何新机会放胆上市 无论转工也好 做生意也好 其实都是适宜的 不过做生意 反过来就要看你进了大运没有 如果进了大运 就有机会一直可以做下去 未进大运来说 都可以把握192013年榴莲运 3年榴莲运做到就做下去 那看看会不会延续 因为有时候运气 可以延续到2024 2025才会跌回来的 那你要看清楚 如果做生意 192021起了一步 延续不到 20228月8日之后就要停的了 那有好机会延续到2025的 所以春夏天出世人 今年要把握机会 千万不要被现在的现象影响了